女神異文錄的最新續作《亂戰魅影公首》 釋出了更多的實際畫面和消息啦 我們可以從怪盜團中選出 4 名角色上場 在戰鬥時自由切換 而前作 RPG 中獨特的槍械 以及召喚人格面具等戰鬥招式 都可以輕鬆爽快地使出來 甚至可以與環境互動使出特殊攻擊 女神異文錄的最新續作 女神異文錄系列的戰鬥核心弱點系統 在亂戰中依然是很重要的元素 需要根據敵人類型及時更換角色出招 當敵人受到弱點攻擊之後 接著發動超超的總攻擊 帥氣地打倒敵人吧 人格面具核持系統已久健在 可以使用合成進化出更強的人格面具 讓主角Joker 在多種不同的人格面具之間切換 劇情方面當然也不馬虎 多了新敵人和新夥伴 加上大量的過場動畫 可以看得出這次的作品絕對是誠意十足呢